大家好,我是美味小时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经典的蚂蚁上书的做法 也叫做肉末炒粉条 粉条嫩滑爽口,肉香味浓郁,特别的好吃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先准备一把红薯粉条放入盆里面 然后加入开水进去 把粉条泡软 这个过程大概得20分钟左右 准备几个干木耳放入碗里面 加入温水进去 把木耳也泡开 再准备一小块的猪里脊肉 先把肉切成片 再全部切成小丁 最后把肉炖得碎一些 剁好的肉装入碗里备用 这会木耳泡好了 把木耳冲洗干净 锅里水烧开后 把木耳放入锅里焯水 煮2分钟左右 再把木耳控水捞出来 放入凉水碗里过凉 然后把煮熟的木耳切碎一些 这块粉条也泡好了 将粉条清洗干净 拎干水分 倒入一个大点的盆里面 然后往盆里加入少量的老抽 进去搅拌均匀 这样做是为了给粉条上色 再往盆里加点食用油进去搅拌 这样一会炒粉条的时候 粉条不会粘锅 也不会拖成一块 切点需要的配菜 切点小葱花 再切点生姜末 把锅烧烧热后 往锅里倒入油 再把刚才做好的肉末 到锅里翻炒 把肉炒到颜色发白的时候 往锅里加入少许的白酒 进去翻炒 加白酒有去益 增香的作用 然后加入葱花和生姜末 进去翻炒 再加入一勺豆瓣酱 翻炒 炒出里面的红油 再加点生姜末 进去翻炒 然后把粉条倒入锅里面 再加入剁碎的木耳 再加入剁碎的木耳进去 开速的翻炒均匀 关小火开始调味 加入小勺的盐调味 加点胡椒粉 再加一小勺鸡精 再加点蚝油 进去翻炒 最后加入小葱叶进去 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好了 咱们这个肉末炒粉条就做好了 这样炒的粉条不妥不粘锅 粉条嫩滑爽口 肉末和木耳粘在粉条上面 肉香味浓郁 特别的燕阳美味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大家关注 点赞 转发下 咱们下期视频见 转发下